锦衣糖果铺八十七,谢圆圆的春天来了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点个赞,支持一下吧,谢谢大家 今夏带小徒弟们去逛肖香阁,出门就被一老三抓包 原来无心原名叫一无心,是一老三的弟弟 正在和一老三闹腾的时候,谢肖出来救了场 今夏立马把一老三忘在脑后,超级开心地对着谢肖手舞足蹈 你怎么回来了?沿海抗窝战役结束了吗?回来的时候告诉上官姐姐了吗? 今晚,我们去大洋的酒楼好好吃一顿 在战争中出生入死的谢肖已经比以前稳重了很多 但面对今夏,又会不自觉地明媚起来 她也笑得非常开心,解释道,这还没来得及说呢 刚进京城,想着去六扇门看看你,结果竟然在这里巧遇 看见两人聊得开心,一老三一脸郁闷,又对今夏念叨起来 你,你,你,以嫁为人妇,居然跟另外的男子如此亲密 成和体统,成和体统 今夏白眼一番 你,你,你,这是我从小认识的哥们啊 我热情一点有什么关系,你还是快点回家吧 想不通地回家慢慢想 不过今天你弟弟的跟着我们 我是万不可让他回去受罚的 一老三眼见说也说不过 打也打不过,只得一甩袖子走了 末了还对义无心来了句 你自己好自为之 早些回家向父亲请罪 义无心走也不是留也不是 一脸委屈地问今夏 师傅,我该怎么办 今夏小手一挥 想那么多干嘛 走,跟着师傅去吃香的喝辣的 明天师傅亲自上门去和你父亲聊 一家上好的一个书香门底 我相信不会那么不讲道理 看一无心还是愁眉苦脸的 今夏继续鼓励 好了好了,真的没有多大事傲 你既然敢违背父亲的意思出来当不快 想必一开始也想好了后面会面临什么 今天我好兄弟回来了 先去好好搓一顿 明日是傲明日再说 说着今夏又转过身 对着翟翼说 不好意思,之前假扮男装没有告诉你 是近来六扇门案子少了些 我有点无聊 还请勿怪 今晚跟着我们一起去吧 就算是赔罪 翟翼双眼睛都挂在了谢霄身上 早就不郁闷今夏假扮男装 还写些让他动心的事情 忙音糊了下来 好的好的 那师傅先回去换套便装 顺便告知一下家里 待会再六扇门碰头 一住香后 几人都到了六扇门 今夏发现变装的翟翼双真的可爱灵动至极 而且明显仔细打扮过 装扮了好些很小女儿的事物 看起来更是明媚 并且此刻 翟翼双仍在紧盯着谢霄 今夏瞬间就懂了 她一边偷笑着一边将众人往大洋的酒楼带 大洋见到谢霄也非常开心 忙让人去通知上关系 人和人的关系就是这么特别 以前的大洋 看到谢霄就是看到情敌 总是充满羡慕和愤怒 而现在 自己和上关系秘密调友 老大已经快三岁 老二也在激化中 看到旧友 曾经的错意已经荡然无存 只剩下重逢的开心 安顿好众人在包间后 惊吓起身 说先离开一会儿 宅依依由于被今夏直接安排和谢霄坐在一起 整个人都特别紧张 急忙追问 师傅 你这要去哪里 今夏还没有回答 谢霄开了口 你师傅这是回家请她夫君来一起 否则今晚大家都别吃饭 光喝醋了 喂 谢霄 不许编排大人 今夏急红了小脸 谢霄边笑边摇头 瞧见眉 这为护夫君起来可是了不得 话音刚落 却见包间门被人缓缓推开 一个充满雌性的声音传来 咱们 谢少帮助许久未见 一见面就逗我夫人吗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 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